掌握財經市場脈動 找到成功致富關鍵 歡迎收聽投資理財王 分析師精準的眼光 帶您縱橫股海 投資好股票 讓您輕鬆成為股市長勝君 致富關鍵就在理財 本節目由News98與理財周刊共同直播 輪源 顏毅民 急如風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穩操勝券 輪源投顧顏毅民首席分析師主角 109年金管投顧新字帝010號 好的 歡迎聽朋友朋友 這裡是News98 九吧新聞台 競選節目每天下午3點的 投資理財王 我是齊珍 問候大家了 好 台股呢 今天是小漲了23點 指數說在15626 成交量部分呢 只有1766億而已 今天家序指數只小漲了0.15個百分點 但是OTC指數的部分呢 漲幅來到了0.79個百分點 好 細節上如何來觀察 一樣趕快邀請專家 輪源投顧首席分析師 顏毅民老師 老師你好 親愛的News98的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輪源投顧首席分析師 顏毅民老師 那今天下午的節目的話 我們要來探討說這個大盤 第一個它有沒有出現指跌的一個訊號 那現階段的話 投資人應該要怎麼樣操作 那我就把今天這個兩大組走 那在今天節目裡面會跟大家稍微的做出個解答 第一個那這個大盤目前為止有沒有指跌的訊號 雖然說今天是屬於一個亮縮 今天是屬於一個開地走高 那還不錯小漲對不對 但是這個地方你去注意到 亮縮整理的話 它不會出現目前為止的一個供給的訊號 這個是大家可以去接受的 但是這個大盤連續修正了5個交易日的同時的話 你說這個地方有沒有出現指跌的訊號 原則上面是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 就是說它的一個融資的比例 是稍微的比較高了一點 但是上個禮拜五的話 融資的水位 單就一天而言的話 減少了24億 以岩老師在市場裡面的一個經驗法則去判斷的話 如果說這個大盤 它要進行所謂的多方的修正的話 應該融資要減少80億附近 所以說目前為止的話只有減少24億 距離80億的一個水準 那還是有一段距離 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我們說所謂的下跌量說 至少要出現所謂的凹凍量 今天的話成交量當然只有1700億 跟上個禮拜五來比的話2500億 這個中間差了800億 代表說投資人在這個地方他是不敢去買 不敢去買 但是他敢不敢賣 他也不敢賣 所以說造成今天 這個成交量是屬於一個萎縮的 那就以明天的盤施而言的話 如果說明天大盤要漲的話 他必須要補量上工 那今天的話量已經縮了 融資已經減少了 代表多方在退水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說單日就要反轉的話 我認為這個訊號是沒有出現 像前一波裡面的走勢裡面的話 他的融資在低檔區 他至少經過了8個交易日的一個修正 那我們目前為止的話 台股只有4到5日的一個修正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建議大家多看少做沒有關係 多看少做沒有關係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認為還是要等到一個買進的一個訊號 那其實長期要收聽 研導師廣播節目的 你應該都很清楚 研導師大概是比較偏向在多方操作的 但是我們有一份證據講一份話 那大盤目前為止沒有出現 所謂的多方的一個訊號的話 那我在節目裡面如果說 叫大家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可能對大家是屬於一個不利的 那還是一樣 保持現金水位比較高一點 那持股的部分的話 目前為止的話 那不要去做出一個加碼的動作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 最近很多的人去操作所謂的強勢股 比如說去買進資源也好 之前去買進一些聯發科 環球晶 那這些股價其實它沒有看到 所謂的多方的一個支撐 它回檔修正的幅度就比較大 但是修正結束之後 未來會不會出現所謂的空翻多的訊號 那我未來會跟大家驗證 其實股價操作它不是一天 它不是兩天 它是長期的去觀察台股的一個變化 那局勢對於多方有利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所謂的買進的動作 當局勢不利於我們的時候 比如說橫盤整理 震盪修正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會做到一個慈應保態 那言老師會員應該都很清楚了 我們會員大概從3月13號開始 很多的股票都創了一個破斷性 很多股票都賺錢了 我們在這個時候從3月13號開始 我們就進行所謂的 股票獲利調節的一個 所謂的賣出的一個動作 包含4月份 4月份的話 如果說你有長期 這個鎖定老師的頻道 長期有收聽老師的一個廣播節目 在節目裡面 我們跟其真兩個 我們都有公佈 我們賣出去的一個股票 但是股票跟股民 我們是沒有去做出一個公佈了 那好 下個階段投資人該怎麼做 我個人認為 你至少要等修正結束 修正結束在什麼時候 就在這個禮拜 我認為要看融資比較準 融資比較準 融資水位一定要大減 接近80億附近 那你要記住一個數字 上個禮拜五減了24億 大概還有多少 大概還超過50億附近 這樣子就夠了 那如果說他融資一直沒有減少 我這邊還是不建議說 各位經常去做說買進的動作 不管你買的是什麼樣的股票 當大盤反轉的時候 當趨勢不好的時候 這些股票一跌難漲 這個老師就非常關心大家 那今天一樣 那如果說手中股票 可能有一些看不懂的 還是說你去追價的 套牢的股票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尋求幫助 其實尋求幫助的話 它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專業的事情的話 要有專業的人 來幫大家來做出個把關 那投資朋友們 如果說你在股票的操作上面 不是很順的話 就代表說你的看法上面也許有偏差 你對基本面的一個認識跟消息面的一個掌控 也許說就不是很精準的同事 那股票買進十幾點不對的話 可能踏到機會就比較大了 那我們今天一樣 知股分析的部分的話 還是由顏老師親自的回答各位 親自的來接聽電話 那其實上個禮拜 我們做這個活動 這個投資人非常非常踴躍 真的是超乎顏老師的想像 那投資人對於這個台股 未來還是非常看好 還是非常看好 那當然最近這個古內涵先生 今天發表言論說 這個台股會跌到這個一萬二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離譜的 根據我對這個古內涵先生 長期的一個觀察 他好像也沒有准過 好那你想想看 今天的加減指數在一萬五千點 未來如果說跌到一萬二 這時候誰最緊張 不是投資人 是國安基金最緊張 又準備進場 對不對 那不可能 國安基金之前還宣布說 對不對 我就暫時在旁邊 但是我還是會 還會關我 我還是會持續去關心 其實有時候這個言論 會影響到投資人 他的言論的一個利 利基點其實就是說 站在西方人的一個立場說 現在這個利息會升 所以說投資人會去賣股票 然後來買所謂的債券 那銀行的話就會渡過難關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的一個 model式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它是一個所謂的 這個資本家主義所講的 那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市場裡面 必須它是一個效率市場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市場裡面 不是像歐美市場一樣 是這麼效率的同時的話 我認為這個地方的話 投資人就不用說過於緊張了 那4月份開始的話 台股的一個活水的話 有包含配股配息 現金股力的部分 接近有4000億 這個會增加台股的一個動能 再加上所謂的國銀 那房貸 目前為止增加幅度 近期創了一個新低 因為大家都不大願意說 在利息這麼高的同時 還去買房子 買房子以後的話 這個利息增加了 算一算了 賣好 你知道嗎 本來去買一棟房子 這個利息低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撐一下 那現在利息說 如果說拉得太高的話 我相信一般的投資人 他買房的一個意願的話 可能就會降低 你看我們小時候父母親 幫我們買房子 那首選就是三房二廳 現在變成二房二廳 那就少子化了 是的 那可能單身的人 也是比較多了 所以說有所改變 有所改變 那我今天把一個重要的東西 給我們news98的投資人 多方真正的防守點的話 在什麼地方 也就是周縣的一個防守點 他在14895點到15265點 這個地方有接近350點的一個缺口 這個叫做所謂的跳空的缺口 而且這個地方是屬一個補量的 所以說台股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認為多方防守得非常非常好 你不用說過於去擔心 然後我現在要給大家一個信心 就是說台股最主要 未來的一個所謂的方向 就是說在於它的融資 那這是我在我們的開盤八法 包含多空陰陽線 還有最近的一個 最使用的一個技術分析裡面 線型裡面 我都有談到的一個現象 我都有去探討過這個現象 那研究這個現象 我其實我也研究過了30年以上 但是這個現象的準確度 幾乎高達95%以上 我不敢講說它是100% 但是站在所謂的操排人的 一個角度去看的話 最多的話大概就是時間差 比如說我們認為說 融資應該最少減少80億 可能市場裡面 如果受到消息面的影響 可能會增加 可能也會減少 那絕大多數都是增加比較多 減少的幅度會比較小 因為下殺取量 因為這個融資要斷頭 那根據我的經驗來判斷的話 這個地方 應該增加幅度會比較大 那台積電今天當然下跌4塊錢 聯電下跌0.5毛錢 但是台積電還不錯 它還是守在507塊 所以說500塊錢以前 以下的台積電 到底能不能長期持有的話 這也考驗到投資人 對於這個存股概念股的一個想法 那IC設計的話 代號6533的金星科 這個股價今天下跌 也創了一個新低 股價從613塊錢 一路下跌到472塊錢 像這種股票的話 我個人認為我已經走空方了 已經走空方的話 這種股票的話 你適當時機跌的話 如果說 這個本週有反彈的話 你還是要站在賣方 那如果說4966的普對的話 今天反彈的力道上面就非常強 上漲了3.3% 那股價也上漲了35塊錢 包含這個聯發科 目前為止也正在打底當中 那一紅一黑 一紅一黑 那你不要去解讀說 老師這個叫兩紅加一黑 沒有啦 它叫一紅一黑 一紅一黑的話就代表說 它已經在打底了 它未來的話 趨勢上面它會去做出個表態 不管是往上還是往下 這個地方你可以視為說 這個叫中繼的整理 那你再往前推 看它跌的幅度大不大 有沒有進入到所謂的轉折點 其實這個地方都可以利用均線 跟量價去做出一個判別 聯發科今天股價表現還不錯 上漲11塊了 那至於說投資人比較關心的 就是2634的漢翔 漢翔的話今天股價表現不錯 那上漲了5% 股價的話幾乎快要倍速翻了 像這種股票其實 你去做兩個判讀 目前為止屬於多方 未來還是有機會創新高 那會不會漲就要看成交量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比較可惜的還是航運乾淨股 有很多很多的利多消息 比如說我這個20尺的貨櫃 這個稅 我要上漲了 40尺的我也要漲了 還有說一些BDI指數 報價的部分 好像都有利多消息 可是你看今天長榮跟陽明的表現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我這個節目裡面 我常常重複的跟大家講 有時候你基本面的消息 你不能把它帶到股票的一個操作 完全有時候是脫鉤的 完全有時候是脫鉤 它有時候它會反映 但是有時候它絕對不會反映的原因 就是說之前的籌碼已經打亂掉了 那你用所謂的基本面 也要消息裡面去解答 這個股價上漲或是下跌的一個原理上面 這個跟實際上面 就會相殺性會非常非常大 那台股目前為止 進入到第六天的一個修正 未來大概修正還有兩到三天 那台股也面臨到關鍵性的轉折 關鍵性的轉折 我比方常常跟大家講 一句重要的話 關鍵性的轉折 你的財富即將要重新分配的 這個就是賺錢最好最好的機會 你一定要把握 未來轉折的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閻老師寫了三本書 第一本的話叫做開盤發法 開盤發法裡面告訴大家 9點5分 9點10分 15分裡面 三盤定多空 可以掌握到當天那個盤式裡面 到底是要買還是要賣 這本書 多空陰陽線是屬於一個日本裡面 利用陰陽K線 利用蠟燭線 來判定說目前為止 手中的這些股票也好 債券也好 它到底是屬於一個多方還是空方 還是屬於一個強勢 多方的表現 還是屬於一個弱勢的一個反彈 那當然這個K線 易懂難學 難經 那還有一本是我最近寫的 史上最實際的 這個所謂的工具書 那今天當然還是有人在敲碗說 老師這三本書 你有沒有要大方一點 我說有了 這個放心了 我們這個698 親愛的投資人的話 顏老師都會放福利給大家 今天一樣辦好手續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聊一聊這個強勢股 強勢股的話 這個強的還是很強 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這張股票叫做瑞陽 瑞陽代號6752 我相信你在節目裡面 應該不只聽了第一次 你常常聽 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這字很難唸 老師常常唸錯 不會很好記 林瑞陽 林瑞陽的 好那今天股價 那基上個禮拜五 這個叫兩紅夾一黑 這個基督分析裡面 現行叫做兩紅夾一黑 底部的話 它叫做整理 所以說這個地方位置不同 它所代表意義上面也不同 再加上它的成交量 是屬於增加的 所以說這個地方是很好判別 沒有那個摩尼兩可 上個禮拜五兩紅夾一黑 今天就噴出去了 那股價的話 也是再創破斷新高 從57塊錢 股價已經翻了三倍 已經翻了三倍 今天上漲15塊錢 也是鎖來漲停板 那漲停板也鎖了1900張 那當然資訊股的部分 由於有所謂的資安的 一個利多加持 很多的資訊股在今天 股價表現依然是強勁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小型股 代表這個6811的 紅期資訊的話 那今天的話也是屬於一個 上漲在所謂的漲停板 但是這個漲停板 你要請你注意 它漲停板鎖了2200張 那股價的話 目前為止只有翻兩倍 代表說它未來 還是有上漲的一個空間 我常常講一個好的股票 那都是以三倍 來做出個起算的 那很少說低於三倍 那去兩倍 如果是說還沒辦法去 這漲漲漲的 一般而言的話 股價都幾乎啦 會維持在三倍左右啦 那下一張股票 投資人就更熟了 因為這張股票 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 這個news98台 有公佈我們的簡訊 那中間是XXX 所以說大家 對它的一個印象上面 也是比較深啦 那2471的 這個叫資通股價 表現今天也非常好 那股價的話 也進行所謂的突破 今天的股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的話 今天上漲的一個幅度 也是非常大 上漲了5.4塊 那尾盤的話 還是鎖在所謂的漲停板 所以說 有時候這個股價操作的話 我們要注意到 它如果說還沒有漲完的話 我們 也不用說急著去賣 如果說你太急著去賣的話 我認為這個地方反而 你賺錢賺的 就會比較少啦 那軍工類股的話 還有包含這個6829的 千付金幣 今天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但是股價尾盤開始拿回 那軍工關鍵股的虎門科 今天股價還是一樣續強 那上個禮拜跟大家講到的 4728的雙美 逢高 你可以先賣一趟的這個股票 在上個禮拜五拉回以後 今天的話收盤 收盤價再創一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在今天大盤小漲的一個狀態之下 這張股票的話表現性還是非常好 那至於說6799的來劫 今天上漲14塊錢 股價再創波段新高 也是一檔 我們之前會員有操作過的一檔股票 那我們也是做出個獲利 了結的一個動作 高價股的話就是以 所謂的6870的貝利 這檔股票目前位置是屬於一個強勢的 那今天的話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談到的就是說 未來該怎麼做 買點還沒有到 那你要進場的話 你就稍微等一下 那手中的股票要持股分析的 那顏老師今天都會親自的回店 那三本出作 今天來電登記的 完成報名手續的 那這三本出作多空陰陽線 包含這個開班巴法 還有史上最實用的工具書 直接就送給大家了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多頭拉回是買點 抓住未來的轉折 重壓 你就可以反敗為生 那如果說你要參與 下一檔標股的一個操作的話 今天顏老師全線開放 給我們news98 親愛的投資人 請大家多多的一個利用這個機會 把時間交給我們的齊政 好 謝謝老師 老師今天做了很多的說明跟教學 我相信是很多聽眾朋友這時候最需要的 好 到底止疊了沒 老師剛剛說的很仔細 還有提點到蠻多的一些觀察重點 這個量不量還有位置都很重要 好 那最重要我聽到最後的重點就是 三本著作 好 歡迎聽眾朋友好好的把握 如果想要學習得更透徹 老師提點到的這個細節 歡迎就可以多多的參考把握了 事實關係就再次感謝論言投顧 首席分析師 顏銀明老師謝謝你 謝謝大家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 聽眾朋友 不知道手中的股票是不是讓你有困擾呢 希望有問題 趕快來做解決囉 老師說多頭拉回是找買點 抓住轉折 重壓就能夠很快速的反敗為勝 好 本週修正即將結束了 會出現大買點 機會很難得 看準了跟著老師再出手 4月份的大黑馬 立即接班人開放預約 今天完成登記 發動點到的時候 立即通知哦 速播服務的專線 0223219933 0223219933 立即體驗 老實說 不增加投資朋友的負擔 只收一個月的簡訊費 服務您一整年哦 機會難得 好好把握 0223219933 23219933哦 本公司以往直擊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來不看 有些事 歡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